好 回來我們一開始 就要來看到的是 這個畫面真的是讓我們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鐵打這樣流水的冰 沒有想到冰真的是流來流去頂快的 特別是新潮流的冰 流來流去 好像他一直都會在 對 我們先看到 今天最新就是說 請辭獲准的吳宗榮 他的背景是什麼 前台南是副市長 另外他又是前高雄市下水道工程 在那邊待過 甚至還有待過資源回收 結果奇怪 怎麼又簽到了城局 就好像他跟城局也是有淵源 後來才被借降到台南去的 另外我們來看到了 當初在講說這時候 到底是這個檢測 是誰派去檢測 怎麼沒有檢查 剛染也不知道 結果你看林聰賢 那時候的宜蘭縣長 你看2009年12月到2017年 2月他都擔任宜蘭縣長 怎麼又是新潮流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 好 檢測完之後 那維修 你如果維修確實一點 發現這個檢測項目裡面沒有 你維修的時候發現的時候 亡羊補牢還可以 結果代理縣長陳經德 我們看到怎麼又是新潮流的 看到這樣一連串的下來 我們就覺得奇怪 怎麼剛才講的 求證 旁證 主辦單位 怎麼都是自己人 不過賓哥我覺得是這樣 雖然說這樣看起來 都是新潮流系 但新潮流系很有肩膀 像今天港務公司的動作 吳宗榮第一時間他馬上就說 好 我辭職負責 我請辭 馬上我們的交通部長林教長說 准他 好 讓他走 但是今天到了立法院區 就有人問他了 畢竟港務單位你一去 你自己其實好說 也有一些工程的專業吧 21年沒檢測 你竟然沒有發現有疑慮 甚至他還告訴人家說 他有用眼睛來看有沒有秀石 我必須說 現在去講這種東西 這不是鬧笑話嗎 這種檢測 我記得昨天綠委 還有人在講說 這個其實不是他們的錯 因為那個橋太高了 所以那個橋太高 很多地方人力是檢測不到 所以目前全世界都沒這個技術 這擺明睜眼說瞎話 你拜託 你叫人爬上去 不會 你真的國外多高的橋 不是一樣有人爬上去檢測 而且現在人家 大陸那邊也有設計機器人 可以直接沿著鋼索 我直接上去檢測 更不行的話 我們現在有無人機 你叫無人機飛上去看一看 不就結了嗎 就這樣子嗎 還可以採樣 還可以其他的東西 但我不是工程出身 所以檢測有很多的標準 有很多的技術 這個東西我不了解 但你要告訴我說 沒有技術可以檢測 大家想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如果在這個建橋當時 我們就發現 根本沒有技術 可以去檢測這個橋 到底狀況好快的話 我們怎麼用這個工法 你根本不可能去蓋這條橋 因為你蓋完之後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垮下來 不就是這樣嗎 同樣的 我必須說 今天我們發現這幾個人 其實全部都是新潮流 都民進堂 這有什麼好意外的 昨天黃國昌發揮他的戰鬥力 去質問工程會主委吳澤成 就質問了半天之後 叫他去說你這個要好好調查 要去查清楚 但你知道吳澤成之前在幹嘛嗎 吳澤成之前是宜蘭縣副縣長 而且更好就是 林聰賢任內的副縣長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是叫他自己去查自己 你是幹嘛 有什麼病嗎 同樣你會發覺 民進黨執政 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這民進黨執政才有的 你會發覺這些人 不管他今天請辭了 還是退休了還是幹嘛 你隔不久 你又會看到他名字出現 來來去去的這些人 不斷的在走馬燈 轉輪回 不是認真負責嗎 這不叫認真負責 你說今天吳莊榮請辭了 請辭又怎樣 搞不好過兩天 可能搞不好不到半個月一個月 他要發表是哪裡的董事長 所以之所進退 就是因為退了之後 還會再進就對了 退了之後更好 吳鴻謀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這個人老是說 我不能講 因為這種有點導人迷信 但是他真的走到哪裡 壞事又跟到哪裡 從氣爆案 普悠馬案 遇到今天這個南方澳大橋案 哪一個跟他沒有關係 你每次好像最近台灣這兩三年 你只要看到災難 這個人的名字就跑出來 可是他要怎樣 他一樣在中華郵政 一樣當董事長 吳中榮下去 我給你保證 只要民進黨執政一天 他肯定又要升官了 他可能不知道他哪裡去 當董事長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 要杜絕這個只有一個辦法 我覺得只有一個辦法 既然一個人會認為 因為他犯了重大缺失 所以他要遲遲負責下台 表示他應該要給他時間 回去反省 不管這個人是不是人才 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台灣 是不是要考慮訂一個法律 至少三年之內 不可以再用這個人 不管任何國營的 相關的所有單位不准他去 即使是國營轉投資的也不准 這樣才能夠杜絕這種東西 不然的話辭職變成兒戲 你看吳鴻謀辭職完之後 結果比他當交通部長薪水還高 這到底是幹嘛 這些人永遠都是這樣 今天我必須說 你要查出南方澳大橋這個案子 我看我們是至少在蔡英文 任內就查不出來了 因為這些人 我們剛剛主持人也講了 求證旁證所有人 全部都是他人 綁來綁去都是自己人 他們一定會把他朝最小話去處理 大家記不記得交通部第一天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什麼事情都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交通部馬上說疑似橋墊塌 馬上發這個消息 你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搞清楚 你可以隨便這樣講的嗎 跟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一樣 雖然後來徐國勇出來單了 結果說是油罐車爆炸 結果造成橋塌塌 這些人一開始就要去 先把跟工程跟弊案這邊扯一邊 他一切都要導向 跟意外事故有關 然後為什麼要說喬登塌塌 他想可能因為颱風浪大 地震 他想說用這種方式去 去把它想辦法去消磨 就是一直想要去推托拉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在他們手上去辦 你能夠覺得這個案子 辦出所以然來嗎 普悠馬案已經血淋淋的告訴我們 全部推到郵政眾議員頭上 結果那個司機倒楣 老實講那一天蔡英文總統 一講錯的時候 很多網友在幫誰擔心 幫那油罐車司機擔心 還好監視器畫面證明 他不是先爆炸橋再斷了 假設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個油罐車司機不是完蛋 搞不好全部推到他身上去 說他駕駛不當 搞不好說他去撞橋 然後才害那個橋塌下來 所以我覺得 要去改變這樣的現狀 要去讓這種求證旁證這些東西 全部不要再集中在一個人手上 第一個要有明確的法令規定 第二個不能夠再讓民進黨執政 你再讓民進黨執政的話 他們一定繼續這樣搞 一定繼續這樣弄 到最後結果就是 我們永遠不知道 市值的真相是什麼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保證 我們的生命財產交通安全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回過頭來 我們會講到說 今天其實在立法院 其實很多委員隊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的關注 當然在今天的交通委員會 其實也問到了一些相關的細項 剛剛講了說 吳宗榮進到裡頭問的時候 很多都問他說有鏽石 你們怎麼檢測沒有呢 結果後來他是講說 他用眼睛有看到 是有無鏽石 他是用眼睛來辨別 但很多人都會講了 那個東西那麼高 真的是看得到嗎 而另外大家也都在講了 請辭負責 現在這樣情況 就可以全部刷掉嗎 請辭負責是態度 但是有知道改變屬性 反正再找尾就好了 你看現在有多少人 站著位置是在騎旅著馬 他是先你比較有一個 就只剩一副而已 你先騎的 有比較好我再幫他算 這種狀況多少你知道嗎 他拍去的不一定被拍的人 他願意 他覺得說 這個位子好像對我來說 好像比較小 沒辦法發揮 沒關係 你比較少 你比較好 但是比較好 這時候他出事 主任就有人起來了 早就擺好了 誰要排這個港部公司董事長 早就有人在那邊stand by在等了 只是這個人又上來 任天他再找就開 他又說你勇於認錯 承擔起來 還派來一個地方 還是在那邊在那邊在玩而已 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檢查的跟這個都自己的 旁邊都自己的 我跟你說 那還有更離譜的 台北網路在做無線網路的時候 有一家公司標到 衛達市政府標準 市政府不敢去驗收 公務員也不敢驗收 因為驗收一定不會過 那不是他責任嗎 他不敢驗收 為什麼不敢 就是他們知道說衛達標準規定 還不敢沒過 你們知道我多扯 編了一條緊急的預算 來對外招標驗收公司 早替死鬼這樣 不是替死鬼 那很厲害 所以再來公開照標 要驗收的公司 結果這間得標在私作的這家公司 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來標驗收的工作 就自己驗收自己 政府還拿錢 自己考試 自己改考卷 對 政府還拿錢給這家公司 這樣還賺兩筆錢 又過關又賺多一筆 我記得好像幾千萬 五千萬 我的英雄很多檔了 結果檢情調也沒在查 提供了這麼多線索 也是都沒在查 很離譜 所以這件事 我們說這個好價值 韓兵剛才說的 還好有監控系統拍到 要不然像我們總統所講的 是因為油罐車爆炸 引起喬吞垮下 不然外面的 外面這個手機多可能 你看多可能 說他車去撞 今天如果我們去健康檢查 整份的檢查報告 肝脂素 你的脂肪油 什麼各方面都有 只有獨漏心臟最重要的 這一份檢查報告 你會接受嗎 心臟最重要的 哪有說檢查報告 獨缺心臟的功能 心肺功能都沒有同樣的意思 這個橋它的重量是來自於哪裡 瀾繩救人 瀾繩是最重要 瀾繩一旦破壞掉斷掉 你整個座橋你一定會垮掉 為什麼太瀾 二十一年沒有在檢查這個 現在什麼人要負責 誰要負責 六條人命 那時候派他還要買 保障他還要買 買新的 人命整個家庭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台灣每次都是這樣 比較在檢查說要怎麼做 包括今天去台中兩位消防人員 你看英雄救人結果上身火箍 政府你去扣擬說 你們從這裡經銷人員 你們給他們的配備 你們給他的人員補充沒有 都沒有 現在開始就開始檢查了 檢查一塊月過了 就不記得了就放掉了 所以我們的政策是沒有延續性的 是沒有人在強力的監督 你假如政府官換來換去 怎樣換也是這些人的換 這些人根本沒心在這個位 這些人沒心在這個位置 他只是想說 短時間內我能不能再往上一點 比較好的職務一點 你看中華郵政的董事長多好 假如一個園區就好了 一個園區也搞到 為什麼要拆幾個標 為什麼不讓大家雨露均沾 為什麼要讀給一家公司 為什麼要投資幾十億 讓這家公司免投資成本的 可以接收來監援管理 這都是一些弊案 但是後來都是幾天而已 就是幾天而已 所以人民監督的力量是最重要 你如果要靠名義代表去監督 要靠這些人 這些人去買收利 誰監督 所以還是我們第一次自己要用選票去決定 要怎麼改變 要怎麼保 我們未來 我們這次事實 有更好的生活 安全的生活空間 是 我們說今天這個新聞 幾乎每一家 大家不分籃綠了 大家都會這麼覺得 真的是官僚殺人嗎 為什麼 因為你作為一個港務單位 怎麼會21年都沒檢測 我們之前一直在看喜劇電影 有沒有 功夫足球 然後聽到人家說什麼 球證 旁證 什麼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人 我們以為看電影 沒有想到這種黑色幽默 現實生活中正在上演中 我們看的是喜劇 但是現在發生的 現實狀況是悲劇 我們看到真的這麼扯 21年你蓋了這座橋之後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檢測過 現在要請辭的吳中榮 現在媒體問他說 到底你知道事發原因是什麼 你看他回答是怎麼回答 我們聽聽看 有 已經不是講了 部長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有調查小組 我們就不能再講了 把資料拿出來看 就一番兩番 就不要偶講 部長不是講了嗎 老早先公佈了 不是都斷了自己 都有人講了嗎 不是真的會不會太陽 不是太陽 我們不得看 不是永遠 那現在私會看 我來討論 你不得看 甚至少 感谢观看